我們上一次 破完六七章 第二章的六七回來 第二章開始我們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那個 劇情節奏有在加速 然後 比較往主線的方向靠攏 並且也把之前的一些我提出的疑問 有主一的 雖然不是全部 有 橋裂是 慢慢的慢慢的帶出她的那個什麼 帶出她的解答 那這樣的節奏我就覺得可以 希望後面的故事發展能再 能再聚焦一點 那昨天我們第七回的時候 然後 五月把那個 五月讓手下 連防的手下把 杜巡斬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第八回開始 人嗎 好 走 你沒事吧 是 兄弟 我就知道你會來救我的 快點看 都尋過好了 我聽說安琪從林方手裡跑了 什麼 壞了 難道真的是她 什麼真的是她 沒時間給你寫實了 走 跟我去大帥府 走 走 走 快 我們來這兒幹嗎呀 我懷疑 大帥是被安琪殺的 我們得進去查查 我懷疑 幫我點兒蠟燭 如果不是因為青藤蠟燭 那大帥究竟是以何種方式被下毒的呢 面次紫青 毒物可能是從頭部進去的 頸部有輕微紫青色 中毒不明顯 剛剛那一段超多小林的特寫 也太可愛了吧 40名中毒的跡象 幫我拿一下 嗯 如果不是蠶除噴毒 那大帥是怎麼中毒的呢 太髒了太自然了吧 太髒了太自然了吧 毒塵 全部兩槍 不可能 只有兩個人 有這個案情 不可能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啊 好像是從裡邊傳來的 走 跟我走 毒針 蠶除 難除禁書 每一條線索 都在指向恩齊 我想南一夜 大帥陌生酒力 恩齊用準備好的毒針將大帥射死 再用燭台 酒杯 偽造成了大帥意外身亡的假象 再把我叫過來 在國華文整面前推演了一番 大帥中的毒 位於這支青銅蠶除之中 兩個人一心爭奪帥位 根本不會在意我推理師的紙漏 不可能 不可能 杜勳 你再好好想想 你不是說大帥死在臥房 門窗緊鎖 若真是安其所為 他怎麼逃出去的 是啊 這一點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大帥死是 他的臥房是一密室 凶手 是怎麼逃出去的呢 又是國尾草推理時間 又是國尾草推理時間 嗯 七八八角 сил隨便 就在司機上 屁收 我不可能 該如何 在這邊 或是 臥 broch 沃斯就是現在我們所在的密室 是嗎 難道說大帥的臥房屋這裡 我之前怎麼沒好好注意過這個帥旗呢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上次被安齊擋住了 真的是安齊 安齊和大帥十分熟悉 他肯定知道這大帥府所有的密道 那天他是從大帥府的大堂進來的 然後從這個密道 進入到了大帥的臥房之中 如果你說的都對 安齊為什麼要殺大帥呢 難道真的只是為了帥位嗎 他本可以順理成章地接任帥位 他為什麼要冒此風險去殺大帥呢 安齊 你受傷了 你們怎麼會在這兒 知道我膝蓋重物件 我去給你找止血的 想問什麼就問吧 這麼憋著都不想你了 我去看 帥位 對你來說 真的就那麼重要嗎 帥位 對我絲毫沒有意義 對我絲毫沒有意義 如果那晚我沒有出現 你怎麼對付國華文政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 你一定會來救我 你還要殺大帥 我是為了不良景的人 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在用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搪塞我 杜巡 我從來沒有搪塞過你 在橋上的時候 我是怎麼跟你說的 我要帶著不良景男女老少的所有人 離開這裡 去他們任何想去的地方 這就是你殺害大帥的理由 是 每當我跟他說 他都會一次次地斥責我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大帥一日不死 我一日不能實現我的計劃 機會不能白白地浪費啊 什麼計劃 什麼機會 你在說什麼 你 他 好了 都別吵了 什麼時候了還吵架 報告 這附近都搜過了 沒有找到安齊的踪跡 他們一定是逃到帥府了 你們把帥府給我好好地搜一搜 不要漏掉一處死角 喏 現在怎麼辦 杜巡小令 你們聽我說 我殺了盧死有餘過 但你們此刻便便跟我在一起 一旦被戀風發現 一定會被當成同黨 杜巡 此刻唯一的辦法就是 你們見親手殺了我 親手殺了我 你小子殺了瘋了 安齊 你難道忘了嗎 我們說好他不上公子的 小柳叔的隊人 要死 我們三個一起死 今天 我們就從這兒殺出去 我們就從這兒殺出去 好 杜巡 那就依你所說 你什麼都不壞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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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要發射 他腳不是中箭的嗎 怎麼走得那麼順 杜萱 杜萱 你去跟林芳的走 然后 作词和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真凶 静难相信 现绝境 兄弟舍命 此产生何去何从且听下回分解 100% 没什么分期好选 我是觉得这张 虽然我们知道凶手是安琪 但是他的动机 还蛮薄弱的 因为故事线完全没有拍出 安琪跟大帅之间 究竟有何更深的过节 又或者是 安琪对于 对于推动 让不良景的人离开 不分男女老少 全部离开不良景 对于这件事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 没有实际的深入探讨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观众 在看这段剧情的时候会觉得 他的动机薄弱 感情铺陈不够 以至于我们对于他 一定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 去杀害大帅 感到有一点 不太能理解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后面 有没有详细的说明他安琪的动机 这边就 不用太过于深入的评论他的 他为什么杀害大帅这段 这段事情了 看第九回吧 那杜巡变成行尸走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留著當裝飾嘛 就這樣直接丟掉 多可惜 就是看戲的那個 情節 其實我還蠻喜歡不良景的風光啊 看起來沒有他們想像中的說的這麼混亂 還蠻純樸的嘛 大帥啊 好 去吧去吧 停啊 大帥 哇 拿到帥位了 走 一堆人在衝他小 我先看皇榜 劍士安琪 篡權模擬 已被處死 暗律懸屍三巡 移錦效遊 不良帥服 喔 屍體懸在這裏 喔 屍體懸在這裏 已被處死 暗律懸屍三巡 移錦效遊 幹嗎要搶屍體啊 安琪已經以命長命案了 為何還要受懸舍之惡 這是朝廷的律法 非你我可決定 難道法外無情啊 是否可以通情 也非你我可決定 你不必須不知 安琪在上任不良帥之後 不 就在他上任之前 他也一直在為不良景日夜操勞 不良景的百姓 無一不愛戴安琪 你這樣做 不是更加加深了朝廷與不良景的矛盾嗎 我只是秉公執法 今日我若離開 朝廷也會派別人下來杜察行刑 安琪是我 是我禁手制裁的 就不能看在 我大義滅親的份上 歼滅安琪的刑罰嗎 你除暴安良是你的功 他謀逆篡位是他的過 即可混為一談 到底要我怎麼說怎麼做 才能免去安琪的勢中之行 除非你回到安琪謀殺不良帥那一日勸阻他 否則 你做什麼都於事無補 杜勳 我知道你要去幹什麼 別去 蟲呢 沒有其他選項啊 就只有一個前進 不用點嘛 他也會自己站起來 還有很多人 整個 所以呢 是 我 感谢观看 靠谣,这边一定要按啊 又倒了 按快一点 诶,怎么跑不起来啊 咱们必当车吗 住手 一群草包 连学诗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不然要摔回下的食品 今晚老师才会来接受 以后足够的时间带走的 把这个不良景见机给我丢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 第九回这么短 哇,这两回太短了吧 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藏跟剧情 被5月收下斩首钱 还有两个问号 这边剧情都铺完了 玉琪翁还有剧情 没什么收藏吗 算好像是第八回的 这几个剧情应该都还没出来 这几个剧情应该都还没出来 我怎么会有一个成就没有解到 可是第八回我记得已经全部开了 好像在密室里面 好像在密室里面是不是 干,怎么会是这个啊 我刚刚后面这两边没有看 对不对 有了情感细腻 他所谓情感细腻 就是要想卧室之外 就是 往自己私人情感的方向想去 不要一进来就 因为我们一进来很明显的 就会看到这个帅服平面图 你按下去以后 一定是从帅服平面图来推断 安琪怎么进来 怎么逃跑 那后面这两个没有看就是因为 你于公于私 先想公 然后没有 没有去想私的话 后面那个成就就跑不出来 这是他心理的分析啊 这边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对,这边比较没什么意义 这样对吧 所以刚刚那个成就去解开了 那收藏这边应该会多东西吧 没有 情感细腻 那基本上这两回 还蛮短的 剧情还在铺陈当中 所以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 安琪的动机 稍嫌铺陈不足以外 其实 因为剧情短嘛 没什么好挑剔的 就这一段 可以在这边先做个段落 没有关系